四肩如幻 四肩如幻 就是一切众生界 都在三世中 三世所有的一切众生 都在五蕴中 五蕴 诸蕴 诸蕴是以蕴为本 诸蕴以蕴为本 诸蕴以蕴为本 蕴法幽如幻 世间也是一样 就是从这边开始讲起 一切众生界 一切众生界都是在三世中 都是在世间 世间来自哪里 五蕴 五蕴以什么为本 以蕴 以蕴为本 蕴以什么为本 蕴以心 蕴以心为本 蕴跟法 多如幻 多如幻 就这样推 这是一个步骤 这个步骤 了解到这样的一个道理之后 了解到这个道理之后 在这个世间里面有哪些东西 在这个世间里面 就是我们讲五蕴世间 你五蕴世间再深入下去 就是这里面有什么 烦恼 对不对 还有 夜 烦恼世间 夜世间 还有国土世间 还有那个什么 法的世间 还有时间三纪的世间 还有什么 去 那个就是 去就是说 你哪一道 死法界里面的任何一道 比如说 善恶道 人道 天道 阿西罗道 这些啊 那个去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 你那个 法有的嘛 对不对 那个 世间的成就 跟世间的坏灭 还有一个什么 运动世间 那个运动世间 是什么东西 那个运动世间就是 你这边 你这边那个夜巷 不断在流线 一流线 这边六四分北七四造作 这个就是那个运动世间 它一直在那边轮回 一直在那边流转 造作世间 造作世间就是这个 你不断的轮回 不断的造作 所以 它这边有一个是什么 有 运动世间跟造作世间 这样了解 所以这些啊 就是 后面那一段 就是 针对 你针对这五运世间 五运世间 你再深入下去 细分 有哪些 有哪些东西啊 就是 什么 国土 烦恼 夜 还有一些层跟坏 时间当然有嘛 还有法 这些东西 就是那个什么 运这 那个五运世间里面 所含藏的 更细腻的法 就是这样子 所以啊 这个统生啊 这个统生就是 如果这是这样一个道理啊 我们 我们了解了 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 世间如幻 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就是说 啊 这些众生 众生 众生 众生就是来到世间 啊 世间就是 跟那个什么 五运 五运 就是 夜 夜再上去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 你的心再上去就是什么 就是这样 这个轨迹先知道 轨迹知道以后 你再去找 轨迹 轨迹了解之后 你再去找 再去细分做 这些哪些 哪些 再细深入下去的 有哪些 那个法 这个就是世间如幻 这个 这个啊 这样的 一个是前面是轨迹 后面就是 细 比较细的法 这个如果知道 你就住在那个 世间如幻的这个 境界里面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大家 那个是吧 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一个那个 我们说 每一个法 都是 比较简单 我就把它 把它抽出来 那我们 一节一节 来读啊 先 一个法 认识 之后啊 我们再把它连结起来 这个 多多去思索它 多多去思索它 跟着我们那个图腾 跟着我们图腾 你去思索 就会通